能力显示其身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横爪部队全面建设 大理锻造 具有且一般担当的 战略导弹部队 从辅助配属到主战主用 从单一兵种到合成作战 第38集团军着眼机动作战 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 将新型作战力量作战运用 作为重点课题研究 积极推动新型作战力量 融入作战体系运用 粘山深处雾气弥漫 第38集团军某陆航旅 新年度首次飞行训练 就在这里展开 能见度比较低 有雾霾 能见度的只有一公里 风速小 接近飞行的最低气象条件 一架架战鹰一次升空 虽然天气恶劣 但飞行员还是在空中 不断进行着高速爬升 低空盘旋 多向转弯等高难度 飞行动作 只有在复杂的环境中 才能够检验 新装备的最大作战性能 只有从长从严去训练 才能够加速作战模式 有运输保证性 向主战突击性的转变 第38集团军 突出陆军航空兵 新型装甲部队 特种作战 防空反导等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着重提升部队远程突击 精确破袭 行动打击和联合作战能力 从单一模块的训练 到多个模块之间的相互配数 相互支援 将不同兵种作战空间 从平面走向立体 从单围走向全围 不断提升部队的新制作战能力 第38集团军 某新型机部师主战装备 先后经历了三次换装 部队边接装边改装 边训练边执行任务 实现了从机械化 向信息化的全面转型 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中 每一个标杆营就是一个范式 立起了新制战斗力生成的标准 今年第38集团军 46个单位被评为 舰行强军目标标杆单位 66人被评为 实质打赢标兵个人 在建设新型作战力量过程中 我们经历了很多不适应 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所以特别需要一个参照物 之所以选择赢这一级作为标杆 就是因为它是基本的作战单元 向下可以带动连队 向上可以辐射旅团 从千里跨区机动到大漠立体攻防演练 从寒冬实弹射击检验到红蓝实兵对抗 从全军特中兵比武到信息化条件下战法创法集训 在第38集团军实战化练兵场上 新型作战力量展露头角 从后场走向前台 由配角变为主角 日益成为带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的新引擎 撬动打赢天平的新杠杆 善战者求之于是 我们既要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进一步增量墙边 同时要充分发挥新型作战力量的作用 努力使之成为聚合传统力量的新基础 成为完成重大任务的新角色 不断促进集团军部队 新制战斗力的全面跃升 长距离远程机动 多科目连贯实施 第39集团军某机部旅 近日把部队拉到冰天雪野中 展开全要素对抗演练 在真打实抗中 查找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短摆弱象 雪后的山路崎岖难行 冰雪后跨下远程机动 是第39集团军火急部旅官兵 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因对环境不熟悉 假之不能事先勘察路线 刚出发不久 先头部队就被一处陡坡挡住了去路 战场不容选择 战机稍足提示 红方指挥员临机决断 迅速选择备用路线 向预定展开地域飞驰 但恶劣的天气复杂的路跨 还是使到达时间比计划晚了二十多分钟 在机动之前 我们缺少了对路况的研判 没想到情况这么复杂 导致我们延误了世界 一方必须为了一方人这一代 还没有来得及调整 蓝军强大的电磁干扰和火力压制 就接踵而至 面对突如其来的多重打击 红方炮兵分队